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石头 院长 雪儿 石头咋了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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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站起来 你锻炼 再走一圈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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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别急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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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得不错吧 只要你走完一圈正步 你准能看见你姐姐 芬子 我不是说你啊 你俩得善待小石头 干啥呢就是 这一大早就把石头哭成这样啊 不是 孩子想姐姐了 想姐姐你就让他去看去呗 你看看我 燕子说想石头 我立马我把孩子就领过来了 我跟你说 俩孩子不容易 对不对 你们得把心放正 对孩子好一点不行啊 做人得讲个良心 干啥 一个村子 你既然收养了 就对孩子好点 我 我还 就说这些了 我还有事 人的 就这样 咋的行 谁欺负你了 都是你 把石头弄哭了 害得我被张发财训一顿 张发财老小在哪儿了 走了 石头 没事吧 石头最快的 没事啊 走吧 走吧 愣啥呀 快吃饭 你说 这发财和二赖 他俩相商量好了似的 一起把这俩孩子收养了 张发财到底也是他俩的亲近呢 我一直认为张发财是个精明 会算计的人 我是看左眼了 倒是这个二赖咋想的 我没闹明白 明白啥呀 快吃饭吧 就你这样的 当春早的瞎材料来 没事啊 惊醒也没用的事 我就是担心大凤啊 人太愣 恐怕要对小样子不好 她说这个小芯心里善良 她能好好对待小石头 帅 王小月 你谢谢吃饭了 市头 你在这儿习惯吗 不义 没事 但是弄一段时间就好了 姐 二来喝就有点吓人 别那么叫人家 要叫叔叔 石头 听话 叔叔喝酒的时候 尤其是喝多了的时候 你尽量躲着点 沈子 燕子 你就放心好了 我一定把石头照顾好 石头 你以后要听沈子的话 姐会常来看你的 姐 我不想让你走 石头 姐也舍不得你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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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舍不得你走 不行 你现在回家 谁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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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啊 啊 雪的 姐会传来看你的 啊 姐姐 姐姐 院长 好 燕子 给 燕子 你们留着吃吧 拿着吧 还有呢 燕子 我不要 燕子 拿着吧 姐 你拿着吧 我早起来还吃了一个呢 谢谢沈 不用客气 石头 喂 你以后也要听沈子的话 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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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事啊 发残药 你离二来家近 没事就过去照看上个小石头 村长 你放心 没事我就能过去看看孩子 也不知道这孩子现在咋样 不好 啥意思啊 今天早上我带燕子过去看着地的去吗 刚走到二来家门口 就听到屋里 那石头盖里哭的 九星巴辣 后来小芬出来我这一问呢 我才知道 要不我还以为这二来的喝酒喝死在自己家里呢 石头哭的九星巴辣去的 这个二来的 不是啥好鸟 哥 这儿呢 二来兄弟 你啥时候进来的 谁不是好鸟 背后倒过人呢 是老爷们吗 跟个老娘们似的 那你娘们掉一个正好 他当傻老爷们 你当的傻老娘们 你呀 村长你听听 一点文化没有 说话都颠线倒四的 有点素质行不行 正发财 二来 你干啥 你这还要动手 松开 你 能不能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像个爷们似的 村长 我是不是爷们 你还不知道吗 是爷们就得讲良心 村长说的绝对对 你人就爱讲良心 我比某些人讲良心 讲良心 一天早上小时都为啥哭 你说说 为啥哭得九星巴辣的 他 没学长发财 别成天底儿朗朗的 你看看人家把那燕子安置的 想弟弟呢 就带我去看看 你呢 咋做的 村长 还不是喝你们家假酒喝的 你说啥 你血口喷人的你 还是喷酒呢 你闭嘴 我喝那酒里边 你们对没对水呀 村长你说他多外行啊你 你别看你能喝酒 你根本不懂酒 酱酒时候哪有不对水的 那也不能全是水是吧 我还跟你 我还跟你唠不明白了 你也听不懂人话 村长我有事我先走了 张发财 你抢了 回来 村长 他没理的他 他就走了 我问你 你灵养小石头 到底是为啥 村长 我灵养小石头 还能为啥 我不是没儿子吗 不为别的 还有别的 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家家腿 风子 今天给我 我要吃两口 瞅你这一天 还要吃要喝呢 你真的看你这蛋钱了吗 那鸡蛋我还留着换钱呢 换换钱换钱 你说你这脑子一天 你也不会算计你 谁像你一样一天 算计这个算计那个的 说啥你这是 算计那个 你一天就沿着你那几个破鸡蛋 你那鸡蛋我就不信 比我那扶贫款换的钱还多 有眉目了 那不得一步一步来吗 那等来了再说吧 可败家娘们 赶快给我摊鸡蛋 要不你看晚上我 我怎么收拾你 你可别收拾我 晚上我给你摊鸡蛋还不行 小鸭 走走 我会把你摊鸡蛋 走 走 走 我以为你忘记了 大毛毛 小燕子 都给我出来 娘 排队 快点 排队 里头 向左看齐 燕子 向左看齐 向前看 娘 有啥指示 你们几个 谁偷得几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没偷 你没偷 都没偷 那见鬼了 说实话 是不是你 不是我 你还敢降嘴啊 要是让我逮着 非砍断了你的手 娘 我没事了吧 一边玩去吧 二毛 向左转 起步走 快点 你给我站住 你这 大白天的 躲仓房里干啥呀 没 没干啥 没干啥你就是偷懒 赶紧给我干活 活都干完了 干完了你不会找点活干哪 有点眼泪劲不行吗 赶快去干活去 气死我了 爹 给我点葱 不会自己拿呀 啥时候都得够 够不饶了 别急 哎 那个你往后在院子里 在骂燕子行 你说小点啥 你要走邻居都听着了 多不好啊 咋的了 我生下来嗓门就大 说话生大咋的了 你给院里那么大声嗷 你就不过把村长给招来 他才不会来你 谁像你那么好心啊 你呀 你就估你眼前那点小力 你能不能估全点大局 敞个量的书啊 先别吃了 一码归一码 鸡蛋咋不想吃呢 吃什么吃 你吃啥呀 你瞅你妈这样 我妈不就那样吗 不就丢几个鸡蛋吗 至于吗 就是 吃就吃呗 看我那俩人 得会随我了 哼 随你就没法吃了 你俩也跟燕子干活去 妈 让燕子自己干 我 我随你 我随你 吃 随谁也没有吃 这咋随你也不给吃的 你 哎呀 你自己吃吧 多瘣 来呀来呀 病啊 我就给你 你们别在这儿玩 这是我家 谁让你摆这么高的 快干你的活 二毛 谁让你帮他干的 走 玩去 让他自己干 燕子 你咋干的呀 不是我 你说你不愿意干 你就直说呗 你还给我耍上了 不是我 是大毛他们 行了 别霸霸了 赶紧的 都弄好了 快 你快点就不行啊 没吃饭哪 没吃饭也不能搁这糊了 没长心哪 别偷懒 门都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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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你我就来气 送青啊郎啊 一送送自在呀 打呀门 别唱 七八家玩 就是咋的了 你这你进门我也没野着你 你跟我俩鸡头白脸干啥呀 跟你俩鸡尾 你也配呀 你不是跟我 你这是跟谁呀 倒霉样子 不给他饭吃 他就偷懒呢 老婆呀 那死鸭蛋子 你跟他一样的干啥呀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饿他两天 他就老实了 不信你试试 本来呀 我还想给他狗剩菜剩饭吃的 这回呀 门都没有 老乐大哥 哎 登胡子的啊 哎呀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呀 哎呀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呀 老乐大哥 哎呀 哎呀 这女人哪 就是麻烦 哎 哎 你呀 小点声 嗯 可别让你翠花挺进了 哎 哎 哎呀 就拿我们家翠花来说吧 她皮我小 哎呀 处处压着我 静瞎说 我看你一天挺乐啊 哎 没看出来你哪别去呀 哎 你说憋屈我跟谁说呀 啊 我要跟翠花说 不得更让我憋屈啊 翠花人挺好啊 翠花 都没啥说的 她老是跟钱大宝闲聊 哎呀 这个呀 你可能想多了 翠花 家里外头一把手 人品呢 没得说 哎呀 翠花倒没啥 我是放心不下钱大宝啊 那像你家虎子 那就靠谱了 是啊 虎子 多忍意啊 那虎子还说啥呢 他为了大哥你 连媳妇都可以不娶 你放心吧老乐大哥 过不了几天啊 老乐大哥 你就相服了 哎 哎 哎 说啥呢 你都听见了 我又不聋 不是 我这是 给老乐大哥举个例子 开导开导 这绕来绕去 把你给绕得出来了 哎我说你平时老纠正我 让我叫大叔 你自己怎么就成兄道弟了呢 你 你说的是这个事啊 那你还有啥事背着我说呢 没有 没有 我不敢 不敢 令你也不敢 以后长点记性 哎呀 翠花 叫啥都行 大叔啊 你说说他呀 我一天跟他都操不起他心呢 你刚才巴巴啥呢 妹 我 我说 说那个乔 乔嘴呢 乔嘴 说到乔嘴啊 我不得不说上他两句 嘎啥 是 我 我回家给你瞅个凳 让你坐着好好唠唠行不 你不愿意听我说话咋的啊 用不着你在这儿嫌去 绝得得了 老老叔 你说那瞧嘴让虎子去 肯定要耍什么鬼心眼儿了 不能 不能 那知书亲自过来交代的 让我们多帮趁着点你家 这不都已经定性了吗 那知书分析事都特别透彻 说没错啊 那欣宇这次就分析错了呢 反正你就上点心吧 要不这样 那瞧嘴要跟你耍什么幺蛾子 你过来告诉我 我替你出气去 有人来买东西来了 有人来买东西来了 哪儿呢 哪儿呢 这不可这儿呢 个死老女儿 你想了我你就直接说 跟我耍这些小伎俩 耍心眼你能耍得过我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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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我和老罗大叔还没说完呢 你上一边去啊 人家都走了 那我还没说完呢呀 我发声了 我发声了 然后再见到你了 我发声了 虎子 虎子 歇会儿来 爹 你先歇会儿吧 我再干一会儿 来吧 也不差这一会儿 来来 歇会儿再干 慢点 来 来 把这 往这 来 早就这一会儿 虎子 爹 这一会儿来了这么多天了 也没抽过时间呢 回家看看你爹 你别生你妈气 哪能呢 这个事啊 我跟我爹 做的不对 我爹他有错 这人岁数大了 想干点啥呀 都力不冲心了 我记得 你爹陪我大多了 身体咋呀 臭 你爹啊 也挺不容易的 一个人啊 把你拉扯大了 哎呀 要不 你明天就回去吧 那哪行啊 地里活还没干历 剩这点活啊 我自己干就行了 还是干完吧 那好 那等你妈兵好了 你俩就赶紧回去 你家里地啊 也耽误不得 好不好 哎 哎 哎 你干啥呀 爹 歇会儿再干 你先歇会儿 我再去干会儿 啊 哎呀 你说这家里有个儿子啊 他就是好 哎 干啥都能借上力 妈 看你就重男情女 就嫌儿子是吧 这话让你说的 那我还少维护你跟何叶呢 你怎么那么没心肝 没良心 妈 等以后 我给你养个大外孙子 让你添添血 行吗 那感情好了 那就对了 这以后啊 你跟虎子就在咱家得了 你就别回他那个家了 我倒要看看 他赵老乐自本 他炸生活 那个老不死的 他就是一个脱油瓶子 妈 你也不能那么顺眼 咋的 他不也是虎子他爹吗 他爹咋的 他就是个多余的货 你说要是没有他 你俩那小日子 那得过得多滋润呢 你等着吧 等着以后 你看我怎么治他 我非得把他治了了块了 我治他的招 有的是 我跟你说啊 想当年 我治你爸的时候 那招 我跟你说 别说了 我爸跟虎哥回来 虎儿 进屋洗一洗 爹 你这岁数越来越大了 以后地里的活啊 你就少干点 都交给我 好 进屋吃饭点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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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疼啊 难受啊 哎呀 难受啊 哎呀 难受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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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疼啊 难受啊 难受还这么大的声哼哼 你不累啊 你个死老头子 能不能不气我呀 我哪有时间气你呀 花儿啊 去 把咱家那大公鸡宰一只 我们也俩喝两口 你个死老头子 你干点活要吃要喝的啊 照你这么吃 照你这么喝 那早晚不得吃的 像那赵老乐似的 那都得穷死 你说啥呢 我爷俩干了一天活了 吃两口喝两口 能怎么着呀 行了爹 我不饿 我不吃了 我回家 看看我爹 哎 虎子 哎 虎子 你瞅瞅你 妈 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啊 你家饭就不能吃了 看着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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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你自己姑娘都说你不好了 你就不能改改呀 我改啥呀 我改啥改呀 我挺好的 还有你 个死丫头 你嫁过去几天呢 你就学着胳膊肘往外拐了 是不是 爹 我走了 来 来 来 哎 个臭丫头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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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烫 姐姐给你吃 吃 姐姐姐 你吃吧 姐姐 你吃吧 姐你吃吧 吃吧 燕子 这活都是你干的 嗯 这张发财真 她没带屋吧 太没人性了 这么点还让你干这么多活 没事的 人家收留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孩子 真是个好孩子 我要知道你这么能干 我就把你收留了 叔 石头让您操心了 不操心 操什么心呢 这算什么 燕子 是吧 张发财真没在家 真的 去给叔叔拿个碗去 快 哎 嗯 叔 婶儿 回来了 这爷俩下地啊 啊 咱没见带燕子下地呢 他在家干了 哎 给家看家呢 哎 哎 你这孩子话说的 那燕子多大点小孩子 那领他下地 给孩子累个好胆的 我们那是 作孽那是 真不错啊 发财啊 心眼真好 那是 好 我们先走着 走吧 就你那脑子 你就不行我靠你 你都不如我 你都 像这样子 你不省省省地再说话 二大叔 你别喝 他们回来会生气的 生气就对了 就是为了让他生气 谁让他让你们受苦呢 我这是替你们讨回个公道 二大叔 我求你了 走了 不难为你了 石头 咱回家了 走了 走了 等一下 燕子 咱两家离得挺近的 想石头了 就向叔家过来看他了 石头 走 你不能拿酒走 你这孩子 那么不懂事啊 养着小石头 你这白养活得花多少钱呢 和你家人说 那些没用的干什么 你手里拿的什么 鸡蛋呀 你还知道这是鸡蛋呢 这鸡蛋老贵了 他在家可知道 他造不了了 给你拿了 你都不知道感恩的你 叔 鸡蛋我不要了 你把酒还给我 鸡蛋 酒可不能还我 鸡蛋你不要整好 回去我下酒喝 石头 走了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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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赖 二赖 你来干啥 二赖子 二赖子 你 你怎么不要脸呢 你吃完两口不在家 你上人家 偷完家酒了是吧 别说得这么 这么难听 这怎么是偷酒呢 小燕子给我盛的 我没给 你自己咬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孩子 你是人吗你 我养了你花这么多钱 我没钱买肉 都养了小石头了 小燕子为了感恩 给我盛了碗酒 那钱呢 钱 钱 小燕子在你们家白干活啊 你 你不算钱哪 你什么脑子你 你还小猪鸽 你把鸽子拿掉 你这猪脑子你 你骂我 二赖子 你是不是人哪 你收养小石头 你就是为了趁机上个家 拖酒喝呀 老子这么明白 你听不懂 你不是本地人哪 二赖子 你就是个不要脸的二皮脸 你这话说 你动动脑子 这人脸都不要了 哪来的二皮脸 这事 以后整明白了再说 你个死二赖子 该找你这辈子生不出孩子啊 你去了带冒烟的玩 你就损吧你 这辈子也没孩子 给你当老送送 哥 你不许这么说 打人不许打脸 骂人不许揭短 你个死老娘 你再怎么说 我用来帮你们家买酒喝来 我告诉你 我唱你那一口啊 你还 你是不来了 你不得一样小石头来啊 好 石头也不来 我也不来 你也别上我们家去 我告诉你 知道 走 石头 别带石头嫂啊 走 走 儿子 石头 把碗给我留下 不要你们家碗 我要你们家酒 你还喝 不喝 不喝 石头 走 石头 儿子 儿子 你死儿子 石头 石头 你给我回来你 你可倒霉盘了 让我见你 见什么见的 一天到晚那石头 别 让我见石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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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蛋叫 你叫我啊 你给我喊一个 你再喊 喊 放财药 张放财 别别别 是不是二赖子告密 只要打燕子 把村长整来了 喊一个死儿子 你干啥去你啊 你赶着屋台这儿吧 赶快把燕子看好 别让他出去 我去衣服衣服啊 村长 在这儿 在这儿 好歹 村长 啥方把你给催来了呢 燕子呢 燕子出去玩了 小孩动的动的好 有时候我让他出去玩 他还不乐意呢 这孩子 今天好事再说 才跑出去 啥事 燕子这孩子命苦啊 你这当大爷的 要对的好点啊 村长 您放心 我对燕子 跟自己亲姑娘一样 我老疼了了 特别让人家大方 对燕子那好得都不得了啊 真的啊 发财啊 难得你跟大方 对燕子这么好 对了 我跟上边申请的 给燕子的救济款呢 马上就批下来了 村长啊 你你你你你可真办实事啊 我跟你说下届选举 我还投你 这跟这款有关系吗 我可告诉你 别有钱来对燕子就好 没钱就对燕子不好 到那时候我可饶不了你啊 村长 我哪能呀 我杀人你还不了解吗 这咋了 又跟大方吵架了 哎呀别提了 村长啊 都怨那个二赖子 你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 你说 天天上人家蹭酒不说 还偷酒 我抓过多少回了 他屡教不改 你说咋整啊村长啊 这个二赖子 几天不找他谈话就犯病了 这个张发财大骗子 他是个黑心猪 他真不是个东西 你说他爸爸 怎么把他设计出来的 他们俩祖宗八拜 都不是个东西